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上是被蛇族统治 那么后来人类科技增长之后的话 蛇族被迫进入地下 那么建立他们基地就是Cobra La Cobra La 然后的话Cobra La派Cobra Commander这个指挥官 来到地面上进行作战 为了就是打败人类 从而的话可以在地表重建蛇族的辉煌 这是第一个版本 那么第二个版本就是出自于漫画书这个版本了 就是漫威的漫画书 说这个Cobra Commander指挥官 他其实是一个二手车的交易商 那么因为事业上面非常的不成功 屡屡挫败 那么他就想着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帝国 就是眼镜蛇帝国 所以说的话他开始招募手下 那么这个是两个版本的故事 大家信哪个都可以 那么都是一个正片的两个非常好的一个纷章 好 我们再看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的话是眼镜蛇特征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个漫画书的作者是Larry Hammer 那么他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随意的提议 那么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好人了 那么要跟谁去打呢 因为如果只有好人的话 那好人在总部里面除了聊聊天说说话 要不就跟操良跑跑步 没有对手对不对 那么好人的这个价值的话 就是看对手是否够强大 那么有人提议说 说这个现在这个神盾局里已经在打了一个九头蛇了 那么我们要不要就是来一个眼镜蛇呢 对不对 然后所有人觉得这个Cobra这个名字都非常酷炫 那么一致同意 我们就叫眼镜蛇部队 好 那么这个是名字的来历 那么这个指挥官的话 其实这个形象的话 特别像星战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 是哪个人物呢 就是这个角色 没错 就是Darth Vader Darth Vader 就是这个星战里面的第一大IP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是1977年的一款玩具 那么也是Kenner公司出的一款玩具 当时的话在美国也是大卖热卖 那么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话 其实就是抄袭的这款玩具 就星战的这款玩具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这款玩具的头盔 非常相似 那玩具的前胸的话 是有一个帮助这个Darth Vader呼吸的一个机器 而这个角色的背后的话 也是有一个这么类似的标志性的一个小背包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Venom 这个毒液枪的一个弹油货中 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它前面面具的一个提供装置 一个提供一个补给的装置 好 那么同样的这把小枪是这个叫做毒液枪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给这个一把光剑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完全跟星战是一样的了 好 那么第一 他有这个星战玩具的影子 那么第二的话 这个角色的话特别像什么呢 他的性格特别像卓别林刻画的一个人物 就是在1970年里边有一个叫做 叫做大独裁者那个人物的性格 非常想他 第一呢 非常的搞笑 那么第二的话 非常的歇斯底里 他第一 第一拥有这个Darth Vader的酷炫和神秘 第二的话拥有这个独裁者 就是这个Hitler 希特勒的这个什么的 就是他的歇斯底里和这个滑稽 在这个镜片里边 所以说的话呢 构造了这么一个人物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 是非常经典特色的 他在漫画书里面 包括动画片里面 在第一集里面都有所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有头脑 并且是一个也是很搞笑的 这么一个人物 在很多篇章里面的话 都有一些经典的搞笑剧头 好的 人物卡 好 人物卡 他的这个代号 叫做Cobra Commander 就是眼镜蛇指挥官 那么他的行动代号 就是他在演示部队的代号的话 是叫做敌人 敌人领袖 那其实的话 所有爱好者的话 都会管他叫Cobra Commander 都会跟他叫眼镜蛇指挥官 不会叫什么敌人领袖等等 好 那么他的真名是不知道的 这是一个秘密 他的军队里面首要任务的是 Spe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情报的收集 第二个任务的话 那是Ordance of Experimental Weaponary 就是实验新型武器 好 那么出生地 不祥 那么他的在军队里的职务的话 也是总指挥官的这么一个角色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是他一点背景的介绍 好 首先 Absolutely Power 他绝对的权力 那么统治全世界 包括人力 财力 和所有的资源 那这就是演示者指挥官的目标 好 那么这个非常狂热的领袖 他用自己的铁拳 Airfeet 铁拳来控制的这个世界 他又叫下属绝对的 Loyalty 就是忠贞 就是忠诚 还有这个 Elegious 也是这个对他效忠 加起来就是誓死效忠 那么他的主要的战斗计划 就是对世界进行统治 那么发动这个革命 以及 以及Chaos 就是这个混乱 那么他自己的话 也在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以及很多这个多战乱地区的 调体士专 那么他可以针对很多其绑架负责 像绑架科学家 绑架商人 绑架军事领袖等等 那么要求他们被绑架之后的话 泄露出他们所知道的秘密 这是直观的直走 好 我们看 那这句话 指挥官的话 他是一个令人 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 他的非常的腐败 那么这个人的话 做事没有行为准则 那么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恐怖的分子之一 好 就是这个人物卡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 好 这个人物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 先看一下这个涂装 涂装的话 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蓝色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但是没有拥有 只不过我们楼里的小孩 有一个人有这个 我就上手把揽了一下 确实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涂装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的话就是面部的银色涂装 这是非常容易把它就是挂掉漆的 如果像这样完美的品项的话 很难找到 那么其实如果挂漆的话 你自己补上银色也是可以 那么胸口的眼睛蛇的话 就是没法补齐了 好 这个眼睛蛇的话 在82年的时候 还出过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Mickey Map 叫做米老鼠版本 那个版本的直币的话 价格是比较高的 通常是150美金到200美金左右 那个是最具收藏价值的一款 因为米老鼠版本的话 其实是海志宝公司 刚出的时候的话 没有认真设计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小错版 后来的话 马上更新成一个正常的标志了 所以说米老鼠标志的直币 那么更具有收藏价值 好 这是一二 第三点的话 就是它一个裤边的一条红线 从上到下的 这边是没有的 这条红线的话 是很容易把它挂花 所以说的话 在购买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一点的涂装 那么就是一二三点涂装 好 我们看一下配件 配件是一把 叫做Venom Laser Pistol 就是毒液雷射枪 那么雷射枪就是星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角色的话 学了Darth Vader 也学了一把这个雷射枪 好 非常具有细节刻画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两端的话 是两个小头 这个头的话容易折断 但是如折断的话 就无法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背部 这部有一个小孔 可以直接把它一个完美的收纳 好 咱们国代的那个指挥官的话 那把枪的话 就不是这把枪 那个是一个当初 咱们国内海志宝出的时候的一个混搭 那是一个另外的角色的一把 一把这个手枪 就直接把它放在他的身上了 所以也不管他后面一个小机关 好 这是配件 这个小配件 我们看一下身上的一些细节刻画 这个人物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具有细节的 首先我们看领口的设计 不是直接涂灰 而是本身也有雕刻的刻画 然后这件衣服 好 这个头盔的话叫做作战头盔 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星战的头盔 这个头盔的话呢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的话呢 是可以就是协助指挥官进行 在不同状况下进行呼吸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产生一个神秘感 就是你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叫做poker face 好 我们看一下胸部的一个标志 非常的显眼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个 我觉得像是一个通讯装置啊 在前部的一个 随时指挥前线战斗的 这么一个功效 然后这两个地方是两个小兜 这两个小兜的话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弹药的填充 好 它的这个裤边是一把作战匕首 好了 我觉得也非常像这个 二战德国党卫军的那把匕首啊 这个很像 好 可动性的话呢 就是它比82年版本的话 多了一个小肘臂的一个 左右的一个旋转 所谓的swivel arm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腿部的可动 抬起来90度 那么趋部可以 膝部可以 向下一个弯折 90度弯折 这是一个可动性很高的一个角色 但是的话 它的这个确定的话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这个裤衩的裤头的话 是容易损坏的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的玩耍的时候 不要让它产生一个跪姿 一跪姿的话 这个地方就容易损坏 或者骑摩驼 是容易损坏这个地方的 好 那么脚底部 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小孔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板上 好 那么 通常的话呢 我是不让人拿着枪的 因为拿枪的时候的话 会把大拇指给它折断 虽然这个枪的话呢 就给它直接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它呢 指挥官是 其实不需要拿枪的 主要就是指挥前线战斗就可以了 我们是 军子动口啊 不动手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款 人物介绍 是83年的 眼镜是蛇指挥官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别转发 那么在我下边 进行留言 那么如果你想看 那一款玩具的话 也可以跟我说 那么我可以把它提到 我日常里面去 好的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